所以你们懂得佛法 就能懂得人性 你就慢慢懂得佛性是什么样 所以大悲无泪 所以大笑无声 所以很多人开心的就是流泪 所以师父跟你们讲 就是希望你们要明白佛是干什么 菩萨到人间来干什么 你们今天在人间应该做什么 所以一个人学佛要有清净心 在经文当中有一句名言 叫不应注色生心 不应注生香未处法生心 因无所住而生其心 这个意思就告诉大家 我们不应该注色生心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不能被人间的明文立扬所诱惑 我们的心不能随便的根据物质 别人的心怎么样想 我们就在改变 不应注生香未处法生心 不能因为闻到香了 你就动心 不应该闻到声音别人说的话了 你就动心了 因无所住而生其心 这句话是金刚经里面的名句 师父今天特别拿出来 就是跟大家来解释 因无所住而生其心 就这一句话 那是六足因这句话而悟到的 想一想就这么一句话 多重的分量 不应注色生心 不应注生香未处法生心 因无所住而生其心 我们说的禅宗的六足 初步的悟到 就是这一句话 因为他听到 因无所住而生其心 就开悟了 那师父跟大家解释一下 哦 原来啊 我们的心本来就无所住的 我们的心你们看看 对不对啊 整个都说无所住的 无所住就是空的 没有地方可以去的 所以就是告诉我们 此心无所住 无所住毕竟空 你告诉我 你们小时候的心 现在到哪里去了 你们小时候的恨心 到哪里去了 小时候的贪心 到哪里去了 小时候 你们曾经被人家欺负 或者你去欺负别人 那些不好的心 现在在哪里 所以他是无所住心 只是一个空的境界而已 有所住 就是你把不好的事情 把好的事情 全部放在心中 你们想想 心是不是会有压力 烦恼是不是因心而开始启动 好的开心 不好的难受 是不是有你的心 开始启动 如果你不住在心中 那你就住在空中 你说你这个心 今天无所挂碍 就像很多 我有告诉师父 师父 我跟有些人讲话 我不要动脑筋的 我觉得很开心 跟他讲话 就像跟小孩子讲话一样 因为他不会生我气 我也不会生他气 因为我讲话 我讲什么 他都能够接受 他不会乱想 他讲什么话 我也不会乱想 所以我跟他讲话 非常舒服 非常开心 那就是无所住心 如果你有心了 担心他来找你谈 来抓你的烦恼 抓你的毛病 来讽刺你 对你造成伤害 你拥有了这些心之后 你就是注射神心 你就住在这个 人间的烦恼之中了 你哪来的自在 你哪来的自在心 所以真正的清净心 不光是空 主要还是有境界 所以我们做人 一定要懂得 不注射 不注生香未处法 真正的修行 应该心无所动 本来就没有心啊 我要去住他干嘛 我要用心去 成那些肮脏的人间的 这些红尘当中的 明啊 利啊 物质干嘛 所以应该无所住而生其心 你说你心有吗 有啊 在哪里啊 无所住 举个简单例子 你这个人活着 对不对啊 对啊 你住在哪里啊 没有住在哪里 我想住在哪里 就住在哪里 你说想住在哪里 就住在哪里的人 是不是他得到自在啊 你今天被一个地方管住了 你只能住在这里 你是不是已经住射 住在射中了 那么举个简单例子 你今天在人间 因为你的贪 因为你的恨 你最后做错事情了 那你必须住在监狱里 你这个心只要住在监狱里了 你是不是被管住了 你是不是这个心 就注射了 所以要 无所住 坦然 我对谁都无心 我无心去伤害别人 我无心去接受别人对我的伤害 你是不是得大自在了 所以无心 即有心 有心即无心 心在哪里 因为心 没有来也没有去 无所住心 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不要去留心 你一去留心 你一定会烦恼 所以菩萨叫我们说 此心无形 犹如镜子 就是告诉大家 我们的心 没有形状 你说心有什么形状 你恨人家是什么形状 你看看 很多人硬要弄个形象出来 爱这个人 就要弄一个 像兽陶一样的 这实际上就是个心脏 就长出来 稍微有点弯曲的 但是这个不代表 你就是拥有这个爱心 实际上心只是个无形的 因为心脏是有形 但是心所想出来的 所有的东西 概念啊 理解啊 爱啊 恨啊 它都是无形的 这些无形的东西 就游入一面镜子 造到有形的物质 你心中就有有形的物质 你今天造到了爱 你的心中就有爱 你今天造到了恨 你的心中就拥有了恨 所以心如明镜台 有境界 它就可以来造 你一面镜子 你一面镜子在心中 善恶 都是造在你的心中 就像照过了 就没有了 你们看看一面镜子 你刚刚照过镜子的时候 镜子里是不是留有你啊 这个你是不是一种假象的你啊 这面镜子是不是无所住啊 因为当你离开镜子之后 这镜子造到是什么 造到是空性啊 你没了 因为你造过了 你一离开镜子 镜子里就没你了 所以菩萨用明镜台来告诉我们 心是明镜台 照见善即善 照见恶即恶 心中要存佛 你照见即佛 这就是告诉我们心中 不能有魔 因为你有魔 有恨 你心中就留存着魔性 为什么很多人 怎么样劝他 他也不能拥有佛性啊 因为他已经用魔性 占有了他的内心的佛性 就像一个小孩子 你怎么劝他 变好 他都不能变好 因为他心中 已经有很多 恶 所以他就很难变好 所以师父告诉你们 佛像什么呢 要让佛性 照见你的心中 你这个镜子 天天照见佛 而且要把这个佛 要留在镜子当中 因为佛是一张明灯啊 所以你们大家看 有些镜子里边有灯的 你把这个灯一开 这个镜子是不是越来越亮 你用心了 这个灯就亮了 你这个心不用 你这个灯就没开亮 所以当你心明眼亮的时候 你就无所住心 他就是一束光啊 光在哪里啊 光不会停留在某一个地方的 你们看看太阳的光 他随着时间而推移啊 人间的光到了晚上 大家睡觉的时候 都要把光关掉吧 他无所住的 所以一切不住 如果你能够一切不住在你的心 你就是实相境界 你们想想看了 这两个人在吵架 你在旁边听 这个人好了 那个人不好了 那个人好了 这个人不好了 对你来讲 你没有去帮助这个 也没帮助那个 那你就叫 实相境界 如果你跟他感情好 你帮助了他了 那你就进入了虚幻 虚向的世界 因为你带有感情 因为你的心中 已经照见了某一切事物的 是和非 所以为什么 所以为什么叫实相境界 实实在在啊 所以我们做人要实在 不要偏袒 不要原谅自己的错误和缺点 不要原谅自己的毛病 要狠狠地和自己的身上的毛病 做斗争 把它斗倒 要彻底的消除 你才能到达真实 如来之相 当你到达真实 如来之相 说真话 实实在在的说话的时候 你又要懂得 实相 无相 实际上我们人间 你最后修成了 你说我 已经不进入是非当中了 我拥有了实相 这个实相还有吗 实际上就是无相啊 你说这个人间一切都是虚空的 虚的空的 你说有实相吗 肯定没有 一无所得呀 所以一个人人生 一辈子判定了 某一件事情对的 某一件事情错的 可能你在二十岁的时候 做这件事情 当时的环境 当时的理解 当时的道理 你是对的 但是二十年后的今天 可能你是错的 所以这一切一无所得呀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去纠结在某一个点上 所发生的某一件事情 抓住它不放 而去不停地去执着 去固定自己的想法 去让自己意念得不到释放 得不到解脱 然后拼命地抓住 造成自己的我执烦恼 无名 这样 你就慢慢地 进入了 这个虚幻的世界当中 所以师父跟你们讲 实相无相 真正到了 你认为这个事情是实相的 实际上就是无相 世界上一切 生死 都不可住的 你们想想看 谁能够永久地不死 啊